你媽媽氣色很好 一點都沒有變 阿鳳 你不簡單 跟媽媽照顧得這麼好 瑞鳳媽媽 你這個好心 乖高孝順 你有這個兒子 一定覺得很驕傲 阿嬤 喝茶了 好 謝謝 怎麼沒看到你爸爸 好 我沒有學會大三講 我早就已經死了 阿鳳 阿嬤吃到這個會手 親人朋友一個一個離開 我是覺得說 人生在世 能夠相遇有不容易 我們就要珍惜身邊的親人朋友 因為人生真的很無常 不能等到人不去 再來交會 這樣就不會有了 阿嬤 我不可能原諒她的 就算她走了 我也不會交會 是嗎 不過不管她是不是在你身邊 你想到她情緒就會不好 可是又不能不想不恨 對不對 阿嬤 你怎麼知道 因為阿嬤年輕的時候 也曾經不如意過 人家吃到這個會手 阿嬤是覺得 不要用太多的力氣去恨 這不是臉書 這是放過自己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經常在那齊趣不好的環境裡活著 你恨的人他真不知道 他照常吃 照常睡 最痛苦的人還是你自己 再說 人家是好想的 你要寬容的對待別人 別人才會對你好 這樣人才有辦法做會相處 就算碰到再艱難的事情 只要身邊有親人朋友陪你一起 幫你加油 日子總是會好過